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听我讲这个讲题 今次我的题目就是讲这个由文心雕龙和瑜伽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关系 其实我这几次的题目都是讲这个瑜伽思想和文学的关系 今次由文心雕龙来看 我的讲法就是根据徐复冠先生在《中国文学论集》里的讲法 主观点根据文心雕龙的内容作出一些分析 徐复冠先生可以说是文心雕龙的专家 他说文心雕龙写了很多篇文章很仔细分析 他会用到一个比较哲学的分析来讲 这个是比较少有的 一般在文心雕龙的关于那些注释或者注解的书来讲 比较少有的 那么我就试试根据他这个内容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首先就讲一些背景的一些讲法 就是讲这个文学艺术和这个人格收养的关系 这个 那么这里就是之前都讲过了 那么就提起这个讲法出来的 这样就再一次知道背景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要知道古今中外每个民族 都有它自己的文学艺术的创作的 那么这些文学艺术的创作一定会受到 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学艺术的创作影响 但是那些影响呢 就有心、有淺、有正、有反、有不同程度的 那么就看看它是什么思想 那而中国文学艺术 那就由这个西汉以来 最主要受到的思想影响就是余道两家思想的影响 那么发展到六朝就加上这个佛教思想的影响 这个 那么这些所谓文化思想呢 它影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就一定是有所谓影响到这个所谓人格修养 影响到人格修养 这个 而在中国文化里面 在朱子伯家的不同的思想里面 就余道两家的思想呢 影响中国人的生命思想文化是最深入的 那么为什么呢 就因为余道两家思想呢 它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它由最简单的现实生活反省 去到这个主宰具体生命的深性 再进而将深性潜在的德性显发出来 再转化成为生命 转化了那些生命里面的夹杂 将它转化了它 然后再将深性提升 然后纯化 又落实回到生活上面 捐证了生活的方向 这样就可以奠定人生的价值基础 所以它有这么丰富和深入的内容的时候 所以它这两家的思想呢 对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说在诸子八家里面 在中国文化各种不同派别的思想里面 就是余道两家这两家的思想呢 才会有一种这么深入的影响的 所以呢 如果当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讲这个所谓人格修养 文学要讲人格修养 中国文化要讲人格修养 对人格修养来说 也都只有余道两家思想 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的 这样就 既然余道两家思想 对人格修养有个深远的影响 它对现实人生的生活有这么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就可以见到 它也都影响到这个文学艺术那里 所以它的影响是包括文学艺术的 那 人格修养的作用 当然就不仅是单单讲文学艺术的 这个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根基 更加是生活做人的根基 那所以这个余道两家的思想 对生活 对做人 对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好了 这样就 是了 那接着开始讲民心雕笼了 这个 民心雕笼 也是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讨论这个 这个 文学的根基的问题 也是探讨这个 人生修养的问题 那我看回这个民心雕笼呢 它就 推崇的道呢 就是说这个儒家的天道 那我们先看看民心雕笼的本书 先看民心雕笼的本书 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不是每个人都读过这本书 我也介绍一下民心雕笼的本书 民心雕笼是南朝 这个梁朝 留协所撰写的 留协所撰写的 是中国现存 最早的 有系统的 古典文学评论集 全书总共有十卷 有五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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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五卷就讨论这个民体流变 包括这个 原道、精胜、忠敬、正为 这四篇就最重要的 这个 前五卷里面 开头这五篇 这四篇最重要的 跟着就按照这个 有韵之文 就由这个 辩苏到 埃隐 和这个 无韵之笔 由史传 一路去到书记 这样就有很多篇 在这里 这个 将它有韵和没有韵的 文章的 文章 的体材 分类来说 这样 就 逐类 逐出评论 最后五卷 就是由这个 神思 至到罪字 第二篇就讨论文章的作法 作家的修养 文学批评 这些问题 其中 时序篇就是说 作家和时代的关系 而知音篇就是说 文学批评的任务 这些意见 在当时来说 可以说是法前人所未发 所以就算是今天 我们仍然是值得参考的内容 不过这本书是比较难看的 最主要难看的地方 就是因为 整本书用了当时流行的平例文体来写 平例文体就是四六文 中国古代有种文体叫四六文 比如写那些句子 四个字六个字 四个字六个字 这样的句式 很有趣 不单止是这样 还要对偶的 那些句子 每句要对偶的 写整篇文章都会作对联 这样的 句句都是对联 所以就很难写这些文章 但是当时流行这种文章 有些甚至要押韵 有些不一定要押 所以写这些文章 变成格式方面的限制很大 但是流协很厉害 竟然可以用四六文 写一些文学评论的文章出来 而且精引浩博 他旁精博引引了很多不同的 资料材料 精引浩博 这个 这样 不过我们现在看 就觉得困难了 今天我们读上来 就跟我们读平时的白湾文 散文都很不同 相对比较困难 所以就要有些注释 译本 帮助就好些了 也介绍一些著名的版本 杨明赵的《民心雕龙教主》 《十位》 《刘永济》的《民心雕龙教式》 这些对于《教主》 或者《注释》 那些方面比较严谨 现在后期后人多数都是根据他这两本书的版本来做这个比较标准的版本 解释方面 有《黄汉》的《民心雕龙扎记》 《范文兰》的《民心雕龙注》 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版本 尤其是《范文兰》那本 比较出名的《注释》 比较详尽的《注释》 日本方面 有周振古的《民心雕龙金役》 《六刊如谋世金》的《民心雕龙役注》 近期的《孔祥》是《李金秋》 《民心雕龙》的《全役本》 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版本 好了,介绍一下刘协这个人 根据《梁书刘协传》里面说到刘协自燕和 他是山东东莞郡举一人 山东人 他祖父父亲都是做官,三代为官 刘协早年丧父 志向尊一,勤奋好学 读书很努力 家贫不分,没有结婚 他依附出家人曾幼 跟他一起住一齐生活 跟出家人一起住一齐生活十几年 所以他对佛家的经论很熟悉 广通经论 所以他将佛家的经论 因为他读得书多 读书人 将佛家的经论分门别类 抄写 按照顺序排列 所以后期定林子里的藏经 就是由他编排分门别类 抄写确定下来 做这个功夫也很难 刘协曾经做过很多不同的官职 业职清明 当时皇帝曾经有件事 当时皇帝祖宗七庙的祭祀 祭祀皇帝祖宗的妙语 祭祀的祭品已经改用了蔬菜果实 但是到皇帝祭天地祭社稷的时候 永远用生畜 所以流亭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上奏给皇帝 说祭天地祭社稷时 应该也是很像七庙的祭品 一样用蔬菜果实 这才对的 要改制祭祭的用品 皇上下召叫上书讨论 皇帝最後終於都是根據劉協的說話去做 文學方面 當時梁武帝的太子蕭筒 所謂超名太子 很喜歡這個文學 劉協又這麼好文才 所以他都很愛護這個劉協 蕭筒很出名的就是他編輯了中國最早的一本斯文總責 叫做《文選》 後來我們現在就稱為超名文選 梁代以前的文學作品很多時候就是靠這一本超名文選保存下來 我們今天只可以看得到就是很靠這個超名文選 劉協在三十多歲的時候 就寫了三萬七千多字的文心雕龍 五十篇 還寫了《罪》 就是後來《罪字篇》裏面的說法 在《罪字篇》 《罪字篇》裏面的說法就是說這個 這樣說 扶民心者 言為民之用心 所以所謂民心雕龍的民心 意思就是說為民之用心 就是行民的時候的用心是什麼呢 所以就要討論這個問題了 所以民心雕龍的民心就是這個意思 雕龍就是指經過精雕細的文詞 優美 好像雕龍一樣 好像雕刻龍文一樣 就是說要很細心 很精心地去研究這個怎樣寫一篇文章出來 研究這篇文章的用心 所以叫做民心雕龍 它寫完這本《民心雕龍》之後呢 當時就不是說很多人認識這本書 也不是很多人認識他的 所以劉協就很想得到這個審約的確定 因為審約就是名人了 這個審約是當時的名人 名為顯貴 劉協但是就不容易見得到他 沒辦法把這本書拿給審約看 於是就試過背負那本書 去到劉協的車前面 去到請求他看 等劉協出來拿一本書 好像他自己去車前賣東西 最後劉協也找人拿一本書來看 看了之後就大眾知 惠惠心得聞利 覺得寫得很好 於是審約就很重視他 經常就將他放在這個桌上 時時拿來看的 所以後來就出了名 《民心雕龍》 除了《民心雕龍》之外 劉協也很擅長寫文章 即是他不只會寫《民心雕龍》 他寫《民心雕龍》自然會寫很多不同的文章 佛理也認識 因為他和曾人一起住 編定佛經 所以京城裡面的自撻明爭的悲謀 很多都指定一定要請劉協寫的 最後劉協 皇帝就被他和出家人衛鎮 一起在定林子裡編讚佛經 所以後來編定 定林子的佛經 就是劉協編定的 後來超名太子蕭筒死了 劉協想出家 但是梁武帝就不給 於是劉協就消法以明治 堅決一定要出家 最後都准許他出家 發號叫《衛地》 劉協在這個寺院裡面 就改了做出家的服裝 改了名字《衛地》之後 不夠一年就去世了 大約六十多歲左右 這個大約是劉協的一生 大約的生平 現在就說回這個原道篇 劉協寫這個原道篇 《民心雕龍》寫在原道篇裡面說的儒家的天道是怎樣的呢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 《民心雕龍》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內容 這個其實我上一講 都講了一部分《民心雕龍》的內容 這個 講了創作論的問題 講《神詩篇》的問題 這個 所以我們看到《民心雕龍》裡面 有些是《道家思想》的內容 有些是《儒家思想》的內容 譬如我上次所講的《神詩篇》裡面所講的創作論的問題 就是《道家思想》的內容 劉協在《神詩篇》裡面所講的 就是《道家思想》的人格修養 《神詩篇》可以說是劉協創作論的總綱 探討文學藝術構思的問題 而《原道編》就是《民心雕龍》第一篇 第一篇是劉協對文學的基本的觀點 就在這裡說了 所以他說的說法就是所謂文學的本源就是《道》 原道編的《道》 但是因為我之前所講過的劉協 在《神詩篇》裡面講的創作論是講《道家思想》 講這個虛靜的境界 講無無苦慮 這些都是《道家思想》的創作態度 另外劉協在《養氣篇》裡面也講到所謂道家的養生論 我們就算是看《原道編》 《原道編》第一段裡面 講到所謂深生而言立 言立而聞名 自然之道也 所以有很多人以為劉協在《原道編》裡面也講自然之道 有很多人以為是講道家的自然之道 但剛才的標題也講到 劉協講的其實就是儒家的天道 不是講道家的自然之道 不過這裡也有講到自然之道的說法 但這個自然之道其實就不是講道家的自然之道 對於這個道的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學者就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近日陸刊員 《文心雕龍》譯書裡面的解釋是這樣的 他就說這個《原道編》 說那個《道》是自然之道 確實《原道編》裡面的原文是有自然之道的這個說法 所以他說原道就是這個文本於自然之道 所謂自然之道 劉協就是用意指這個宇宙間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 所以陸刊員 毛細金他們的說法就認為這個《道》是講大自然的規律 是講自然之道 而這個自然之道就是講大自然的規律 李金秋在《文心雕龍》的《全逆風》裡面也有解釋 他講這個《道》 劉協的《道》是講自然之道 《原道》就是本於自然之道的寫作 因此創作也要求自然 他這裡講的《自然之道》就是講創作要自然 這裡就沒有那麼清楚 就說一定要講大自然的規律 另外范文蘭 比較出名的范文蘭在《文心雕龍》中說道 《燕和》所稱之道 自指聖言之大道而言 故編後成以《精盛中經》二篇 二指甚明 就是說《文心雕龍》在《原道》篇之後就講《精盛》和《中經》兩篇 由這個編名的《精盛》和《精盛》和《中經》 就是講《聖言之道》 所以很明顯《劉協》所說的《道》就是儒家之道 周振虎的說法就是《劉協》所說的《道》具體內容以儒家為主 兼采道 佛等 這樣他就認為《劉協》的《道》不只是儒家的《道》 《儒式道》也有 各種內容都有 這是一種說法 但今天要講的是徐徐公先生的說法 徐徐公先生的說法就是堅持《原道》篇所說的《道》是儒家的《天道》 而《儒家的天道》落實來說就是周公孔子之道 所以這個《原道》的《道》就是儒家的《道》 講這個《原道》篇之前 我們看回《原道》篇第一句 一開始就說這個所謂的《文之為德也大義》 一開始講《文之為德也大義》的《文》就是指藝術性 這個《文》就不只是講《文章》講《藝術性》 好了 到底這些字是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先解釋一下古人用字的習慣 一開始講《文字》 你發覺《文字》的意思也有些不同的意思 所以要先解釋一下古人用字的習慣 古人用文字的習慣很多時候同一個字的範圍可能都會很不同 這個不是那麼固定的一個字的範圍的廣合層次的高低 可能也有不同的 這個同一個字不是說規定了一定就是這個意思 很多時候有不同的意思 就是所謂的廣合範圍層次高低不同 舉個例子來說 例如剛才講的《文字》 現在講的《文字》 例如《論語》裡面的《文字》 《論語》有一句叫做《博學於文》 《博學於文》的《文字》 這個《文字》的意思在範圍上面 給另外一句《論語》裡面的句子 《吾由及史之缺文也》的《文字》 意思是廣闊很多的 範圍是廣闊很多的 大家都是文 但意思是廣闊很多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我們可以看看原文 《論語》《顏冤篇》裡面說到 《紫若君子博學於文,若知以禮,亦可以忽叛以乎》 即是說君子廣泛學習文教典籍 博學於文就是廣泛的範圍文教典籍 《若知以禮,亦可以忽叛以》 即是我們行事的時候要有禮敬之義 有禮敬之義就不會錯了 不會背離人心 好了,這裡關於所謂《若我以禮》 這句很多人都解錯了 關於《若我以禮》的《若字》 後來人們很多時候用《若觸》的《若》來解釋 所以引出後來所謂禮教 用來約束人的 《孔子》裡面也有說《若我以禮》 還不是約束人 但我們看論語這句話 其實這個《若》是跟這個《博》字相對 跟這個《博》字相對 所以《若》其實是簡約的意思 是簡約和廣博相對 這個《若》字應該是簡約的《若》 不是約束的《若》 是無窮無盡的 很廣博的 我們應該是說《博我以禮》 而不是《若我以禮》 所以這個《若我以禮》這句說話的意思 應該是以禮敬的意思 用禮敬的意思 貫注其中 我們行事為人 全部都是要很簡約地 太多條文我們未必記得到 但我們最簡單的很簡約地 就是要有禮敬之義 貫注其中 那就對 行事為人的事情 雖然是很廣博 很多 但是貫乎其中的禮敬之義 就是最簡約的 所以孔子就說《若我而禮》 跟《博學於文》相對 《博學於文》就是廣泛學習一切文教典籍 所以這個文字就是指一切文教典籍內容 相當廣博 很廣闊 這個文字的意思是範圍很廣闊的 剛剛所說的另外一句說話 就是出自衛寧宮 出自衛寧宮 指若不由及史之缺文也 就是說我還可以看到史書上空缺的文字的情況 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文字的意思 就只是說文字的意思 史之缺文 就是歷史書上空缺了的文字 這個文字只是得文字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個文字 一個字就是範子所有的文教典籍 一個字就是指文字 所以廣博意義有不同 好了,舉個另一個例子就是道字 我們原道篇除了說文字 我們還說道字 道字呢 論語裡面也有不同層次的說法 譬如李仁篇裡面說這個 招民道,直死可疑 有一個道字 這個道字的層次就比較高了 因為你早上聽到道 晚上就已經覺得死而無憾 這個道的層次相當之高了 紫漢篇裡面也有提到這個 是道也,何足以莊 這個也是有一個道者道 但是這個道的境界就沒有那麼高了 這個紫漢篇那個道是什麼意思呢 我看看紫漢篇的原文 紫漢篇的說法就是 紫漾,依弊穩袍,與依戶學者難,而不恥者 其猶也與,不知不求,何用不莊 指露終身眾之,指弱,是道也,何足以莊 孔子說道,這個就是道了 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 穿一些破舊的衣服 和一個穿著護衣學皮的衣服 一個穿著破爛的衣服 一個穿著破爛的衣服 一個穿著名貴的衣服的人 站在一起 但是你不覺得羞恥 雖然你自己穿的衣服是很破爛,很破舊 但是你不覺得羞恥 孔子說這樣大概是指露才能做到 所以於是用這個詩經的說話 不疾道,不貪男 有什麼不好這句說話 來稱讚指露 指露聽到孔子這樣稱讚他 一尾就記住這句說話 孔子知道了指露 一尾就記住這句說話 他就說你只能做到他就可以了 即是你只做這句說話 這樣就不夠好 這個意思 就是提醒他 即是說孔子用詩經的說話 讚讚指露 說他和穿著華衣貴服的人一起 但是不覺得羞恥 指露聽到他覺得很驕傲 他覺得孔子讚讚他 所以時時擱在口邊 於是孔子提醒他 你不要以為這個道已經做得很好 所以孔子這句說話裡所說的道 就是說他和貴族一起 而不感到羞恥的這個道 所以這裡所說的道 跟剛才所說的招民道直死可以 早上聽到道 晚上可以死而無憾的道 晚上可以死而無憾的道 內容就不同了 子路的道 只是說和貴族一起 不敢羞恥而已 不一定真的招民道直死可以 招民道直死可以的道 內容寬很多 層次也高一些 所以說回古人用字 有這個意思的廣峽 層次又高低 所以民心雕龍裡面 用這個文字 文字的字 很多時候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一開始這裡所說的文字 就是一個比較廣闊的 一個藝術性的意思 這個是廣義的藝術性的意思 有時候劉協用文字的時候 指六經 有時候是指一般的典籍 有時候是指一些文學作品 所以這個不同的地方 他用的文字的意思 就有些不同的 這個 有時候是指作品裡面的藝術性 或者這個藝術性的修詞 這樣 好了 那現在這裡 原道篇第一句 講這個乃道之文也 這個文字 那個文字的意思 就不單止是指廣義的藝術性 而且是涵涉一切人民的意思 在裡面 有形而上的性質 所以這個 一開始原道篇裡面 所說的文字的意思 是很闊的 包括一些形而上的內容 不止一切人民的意思 還有形而上的性質 這樣 所以這個層次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文字的意思是這樣 而原道篇裡面的道字 也有這個層次高低的分別 這個道字也有形而上的意思 不同的地方 一本書 跟著這個文心雕龍來看 也看到它有些不同的說法 好了 所以凡是這些屬於形而上性質的名詞 它所表達的意思 很多時候都可以由人做多方面的發現和規定 這就是形而上的名詞和經驗介事物的名詞 最大的不同 因為形而上的名詞的意思的內容 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但是經驗事物的名詞 很多時候比較確定 一張桌就一張桌 一塊石頭就一塊石頭 那些名詞比較確定 但形而上的意思呢 這個道 這個形而上的意思 什麼叫天道 那個內容呢 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發揮 這樣 所以這個形而上的道 它的性格是怎樣呢 當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規定 內容自然是豐富很多 所以這個呢 如果這個字是有形而上的意思的 它的內容 也跟我們一般的講法呢 廣俠意思也分別很大 在予以來